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今天全程给大家讲解很多养生知识的 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 我们的主治医师 我们的养生专家应该算得上王静老师 欢迎 大家好 那今天说到做芹菜美食 今天吃什么呢 由我们的孙大厨做决定 第一道菜咱吃什么 第一道菜给大家做一道芹香牛肉丸 芹香牛肉丸 那少不了等于牛肉和芹菜 对对对 芹香牛肉丸嘛 那先提前透露一下第二道菜是什么 第二道菜是那个芹香煎饼 芹香煎饼 对对对 哎呦 一道是饼 一道是丸子 对对对 我相信今天这个芹菜美食 肯定是错不了的 那这一道道来 现在第一道 这芹香牛肉丸 制作芹香牛肉丸 需要的原料是 能强身健体的牛肉 爽口的芹菜净 对 咱这个牛肉选的是牛的五花 还是说牛的哪个位置 特别的位置 牛的一块就是说这个芥子肉 芥子肉 芥子肉 对对对 就是牛这个比较发达的 这个大腿的位置 它做起来比较筋道 这些 芥子肉 然后给它 那么我们首先这个 把这个牛肉的筋要去掉 去掉筋 那个筋膜是不是会影响 牛肉的整个馅的口感 对对对 它的口感 所以说这个牛肉吧 今天把它搅成馅以后吧 把它这个摔上胶 最关键的是摔上胶 其实你看这个牛肉丸子 扇头做的是最好的 对对对 他们这边呢 就讲的这个手上的劲儿 如果说你打丸子的时候 没下这个功夫的话 对对对 出来这个丸子散 塌软 没有弹性 没弹性 是不是 所以说咱在家里 做丸子的时候 你也别拖懒 好好地摔一摔 这样才能出来好味道 因为今天做是这个 清削牛肉丸 所以说正要把这个芹菜 有切成粒 切成小粒 对 把它放入这个牛肉 放在一起搅拌 那其实我觉得 这道菜更像是什么 更像是就是家里 做饺子馅这个过程 对对 给它憋细一点 不然的话它可能会 这个丸子特别糙 对对对对 你看大厨 等一下你先别切 我先看看这芹菜 有的时候 王家老师 你又没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这个超市中 这个芹菜 感觉长得都一样 但你回到家里面 却发现有的味道就不好 有的味道就好 差别很大 差别很大 有的很柴 都是筋 有的吃起来的时候 跟水粮 对对对 那该怎么挑 这个水粮一点的芹菜呢 水粮一点的芹菜 最后要看它 就是说这个 就是说有几根 不成 一般的芹菜吧 它就是说 如果是说 内的芹菜吧 一般就是说 这个六根一内 六根一内 对对 这个外边一个 内边一个 里边的芹 哎呦 就是你数着一颗芹菜 有几根 六根就是刚刚好的 这个数目上还有讲究啊 对对 如果你八根以后吧 老八多了以后吧 他老八就很老 很老 所以说吧 他们就是 这个芹菜吧 分类 就是说 最嫩的里边是花心 花心吧 它也两半 两半的吃 对对对 芹菜芹 我们有时候就买 直接买芹菜芹 两半的吃 对对对 这外边的一个芹吧 一般就是说 不能吃 它的芹太老了 太老了 然后剔掉 不掉以后 第二 紧接着它那个 挨着那个 挨着那一个 一般就是炒着吃 比较好 炒着吃 或者说 咱这个做了一个馅 最好是用什么 最好就是说 用中间的一部分 中间那部分 用心太暖了以后吧 穿完这吧 水 它的水分太大了 二三 它的口感不好 那好 那赶快给它切成 这个细丁 这个细丁 就是做馅的过程了 对对对 其实说到这个芹菜 刚才大嘴也说 这个芹菜呢 常吃能够降血压 还能防癌抗癌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首先呢 这个芹菜它有一个 我们都说 有瓶干降压的一个作用 那就是因为这个芹菜当中 它含有一种酸性物质 它可以扩张我们的血管 而起到一个降压的一个作用 那芹菜还有一个作用 非常的神奇 就是有镇静安神的一个作用 安神 对 你像那个我们在芹菜当中 可以提取到一种碱性的物质 那这种碱性物质呢 就可以安抚人的情绪 让这种急躁的情绪呢 平复下来 有 对 那芹菜呢 刚才讲到 它有一个防癌抗癌的作用 这就是因为芹菜是一种富含膳食纤维的 这么一种食材 那它到我们的肠道 经过人体的消化吸收之后呢 可以转换成一种物质素 和肠内质的这两种物质 这种物质 而这种物质呢 就有很 是一种抗氧化剂 就可以达到一定的浓度的时候呢 就可以预防肠道细菌 产生的一些致癌物质了 而且呢 这个芹菜呢 还有一个利尿消肿的一个作用 利尿消肿 对 所以有的时候这种肾病水肿的患者啊 或者是那种 你像高血压 通过一个利尿的作用 间接起到 起到一个降压 所以说呢 高血压的患者也是多吃点芹菜 哇 您听好 这芹菜呢 虽然说有这么多营养价值 不过呢 都给它做的好吃一点 大厨这边呢 把芹菜切好了 也不用切太碎 和进去 然后调什么味 加了一点点糖 我还这把做的 稍微有点特别 因为我现在用的这个是芝麻酱 芝麻酱 放丸子里头 你把它放丸子里边吧 蒸香 芝麻酱能增香 哎呦 之后我在家里面做丸子 或者说做这个馅 从没放过芝麻酱 对对对 那我再讲 再想一个事情啊 大厨 这个芝麻酱 如果说我们在家里想要 这个馅香一点 做馄饨 做饺子 做包子 可不可以放一点 都可以 那掌握什么量 能不影响这个味道 这个根据它的比例 小汤匙 小汤匙吧 一般有点 两汤匙就可以了 两汤匙 就是这么多 你看 就这么多 别太多 我觉得这芝麻酱 还是挺强味的 对对对 如果说放多了之后 全是芝麻酱味 肉香就没了 对对对 再来一点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花生酱 芝麻酱 花生酱要配比吗 要配比 它两个的比例就是一样 就是两个汤匙 都是两汤匙 对对对 我才想一个问题 这芝麻酱有了就够香的 怎么还要来点花生酱 因为它的符合味不浓 符合味 因为这个牛肉 正要做它符合味 首先最关键的一点 要提一下它的清香味 这个清香味 就是说其实你看 所以说个丸子 这个口感了 化多了 嫩化多了 香多了 要比其他的丸子 能稍微有点特点 吃起来出锅以后 就是感觉不一样 特别到了冬天 我们在家里做丸子 很少用到芝麻酱和花生 从来没想到过 对对对 就跟主持人说的一样 不要加太多 不要加太多 它会太腻了 太香了 只起到一个更香的 对对对 然后混进去之后 把盐 把这个鸡精调好 然后就用来回摔打 那你看你反复的摔打之后 就到一个最关键的环节 就是团这个丸子 对对对 这个团丸子是不是有一些技巧的 因为你看 你在这个小店里 看人家整丸子 很简单 抓起一把之后 这么一起咕咚 出来一个 等到你会拉错的时候 你一手咕咚一下 散掉了 那这不是丸子了 是不是 那这个摔到什么程度 是你想要的效果 摔起来 一会把这个 这个把玉弹性 你看他这个玉弹 它比较有弹性性 的确你看 一看吧 拍它都会踩 就很劲动 你看这么拽着 有的一抓不好 一抓就散了 散了 你看一抓就一个 一抓就一个 你看 你看 如果做出玩意了 要做好的话 它能跳 跟乒乓球也可以跳 可以弹性的 十神里面 乒乓球的镜头 对 撒尿牛丸 对对对 不过我觉得 您在家里做的时候 也是 做出来之后 您在桌上也玩也玩 没说你这丸子 也能变成这个效果 不过关键的摔好 这个线基本就是 差不多了 不过大厨这边 正在团这个丸子 我得跟大厨 好好地学一学 大厨 你慢一点 咱慢慢地学一下 就是怎么团这个丸子 才能这么一挤 就能出来一个完整的丸子 这个丸子随先 你多用线的时候 又多得光滑一点 光滑一点以后 它出来以后 不出肉 不出肉 然后就是抓起来一块肉 这么在手里 这么来回再弹 就这么挤 对 这叫挤 这个挤的时候 这个力度是 用那种实的力度 还是说这么虚的 那么挤一下就可以 就是找我 度它这个食指 与大拇指之间 就这样刮 你看 你看 这样刮 很刮滑的 就是从你看 大家要对这种做 仔细的看 就抓起了一块之后 让你这个大拇指 从你食指的根部 滑过来 然后底下这个食指 还有无明指 还有小拇指 是向上来这么挤 给个绿度 然后就从这出来了 看完到 食指跟中指 得往上推 往上推 这个大拇指 它的光滑度 你看 这个滑 这个三个推 然后经过食指 这条纹路 啪 出来一个丸子 这个就是咱在家里 做牛肉丸 最好的一个分析 这一个做牛肉丸 不管做什么丸 一定不要开锅 不能开锅 开锅以后 里边的口感 里边的肉的嫩度 就不好吃了 就是必须是冷水下锅 咱用清汤就行吗 不能开锅 不能开锅 这样一般 一般程度往下 应该用温水最好 温水最好 而且它的燃料价值 也不容易 就是说被破坏掉 其实你看 今天用的这个汤 用的是清水 做汤底就行 对 我们一般就是用 这边是烧点水 烧点水 那我们这个锅中用的 水上面用牛肉汁 牛肉汁 因为我们是牛肉丸嘛 用鱼骨 保达牛骨汤 而且刚才大厨也提到了 就是说这个季节 秋冬季节 然后做点牛肉的东西 对身体非常的滋补 的确 因为刚才也说 这个牛肉它是蛋白质含量 非常的高 脂肪含量又很低 而且它这个氨基酸的成分的搭配 比猪肉要更适合人体 对人体来说 吸收也更容易一些 其实现在很多人 越来越提倡吃牛肉了 甚至说很多饭店 以这个牛肉作为招牌 什么牛肉餐厅 包括什么牛味道餐厅等等 那么如果说大家想养身体的话 秋天大决建议你 都吃点牛肉 对身体很有好处 你看现在这个丸子吧 你看我一开始吓得 它飘起来了 这就说明熟了 我刚才吓得你看还有几个没飘起来 还沉底的 还沉底的 那咱这个需要 它没有熟 那我在讲 这个锅不开 它这个丸子也是熟的吗 就是用一个很温的温度 代表说我现在就是60度的水温 这就是不是这60度上 让它进熟慢慢进熟 你说 我是感觉是怎么感觉都不太放心的感觉 对 就是硬给它泡熟的 是不是 就是技术 其实你看 这时候也不用说一起 分别给它捞出来 你可以等那几片来一起捞 不差那一点时间也不会捞 所以大家不用管 一几片来的时候 我们在它换锅就可以了 您瞧这丸子 这个加肠味非常浓 而且你看这个芹菜这个颜色 非常翠绿 怎么那么漂亮 烫完之后它变得比刚才还绿了 对 那我们这样丸子 是不是今天这个到 这个步骤咱就可以出锅了 完后就出锅了 出锅了 我现在这个汤基本上也快熬好了 熬好了 我带着自己 就是说我们 甜面酱这是 不是 这是牛肉汁 什么汁 牛肉汁 牛肉汁 就是用牛骨 牛骨把它放烤鲜了 把它烤出鲜味了以后 然后就把它放在水里一会儿熬 熬完了以后 再加上一部分调料 把它熬出一个牛肉汁的 现在我们就在这个锅中 这个汤里面放一点牛肉汁 来调一个今天吃的牛肉丸子的汤 来一点点 好 不错 其实我觉得这个丸子 如果说咱不想单独吃它的时候 可以做一些汤米菜的时候 搭配进去几个牛肉丸子 只要在方法学会了 这个味道也不会差在哪 是不是 对 好 咬好这个汁 然后这个汁 然后再加上点 咸盐 来点盐 盐不要太多了 也不要太多了 因为牛肉丸子已经强过味了 已经有底味了 对 这个牛肉的香味已经扑过来了 因为牛肉汤里面加了一些牛肉汁 对 牛肉汁 然后还有其他调料 味道很足 这个丸子把基本锯锯锯熟熟了 熟了 咱把丸子放在汁里面 然后把它放在汤里面 这等于是什么 等于是给这个牛肉丸 外面再附一点味道 咱们还可以一边喝着汤 一边吃着丸子 对 可是我们在煮丸子的时候 为什么一开始 不能把这个丸子 直接放在汤里呢 对 因为它牛肉 本身就是说没有搓水 它里边还有一些 鞋水 所以说做起来 你看它比较浑浊 但是它调起来它了 不够轻 味道 你看我调了这个汤以后非常清 清澈 而且味道就是牛味十足 牛味十足 所以说现在我们就准备好一个汤碗 来给大家 然后再一个说放一点 胡椒 胡椒粉 喝汤 少不了胡椒 对 特别到了这个季节 芹菜我是留了12根 因为是为了最后出锅的时候 所以它芹菜味更浓一些 就来一点芹菜末加起来 芹菜末加上去 咱四大叔会吃 提醒它的颜色 也是加点绿的颜色 然后提醒它的味道 那咱这个就不用葱花了 咱这个调味 对 芹菜 爱豆来说有很多这个丸子吧 它用那个香菜 香菜 因为如果用香菜的话 就破坏了芹菜的味道 我们做的就是芹菜鱼丸 芹香 从汤再到牛肉丸子里面 都是芹菜的香味 对 也是剁了小碎沫 对 淋上一点 哎呦 不错 对 绿绿的芹菜在里面 而且切进去内心呢 都是刚刚切好的 还能保持一些脆感 对 你在喝汤的时候呢 还能吃到这个芹菜本身那种水分 对 肯定不错 这边就是说这个 就可以 出锅 好 好嘞 您看咱这丸子呢 出锅的时候 这一个一个的球呢 给人感觉就很紧实 说到弹的程度 你看 大厨在唠唠地往下一摔 你看 它就会动 对 真的是来会动 您瞧 真的是在里面 很活泼的感觉 对 正在证明里头这个劲儿上足了 对 所以说电视机前面的你 想吃好吃的丸子 一定呢 这个劲儿很重要 对 好了 把汤给它淋上 淋上这个汤 好 淋上汤 那咱就赶快尝一尝 温暖一下 我们这个季节 比较寒冷的这个身体 好不好 来一起 感觉牛肉好弹 就好像在唇齿之间 来回的蹦跳似的 对 真的是很活泼的感觉 大厨觉得今天这个丸子做得怎么样 可以吗 它比我预想的还好 比预想的还好 它芹香味 也出来了 那咱第二道菜名字是什么呢 这个用芹菜叶做的 煎的一个芹香鸡饼 用芹菜叶做煎饼 别说 别说我家狂 我家里从不吃这芹菜叶 总觉得会的口感不行 用芹菜叶还能做美食 对 那好 广告之后我告诉你 用芹菜叶能做出什么样的味道 打罪我呢 也等着吃呢 广告之后一定回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健康新时代 刚才呢 我们用芹菜做的是芹菜丸子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 我确保啊 你非常喜欢吃这个芹菜的味道 说到芹菜 大家在家里的时候呢 更多人都是吃这个芹菜的精 也就是说因为这芹菜的梗 巴巴巴 做了各种美食 可是这芹菜叶呢 一般都会被投下垃圾桶 扔掉了 扔掉了 可是呢 在孙大厨面前 这个行为是非常可惜的 包括王嘉老师也说 你等于是把芹菜60%的影响 都扔掉了 对 这适得其反的事 今天交给孙大厨 孙大厨呢 要给这芹菜叶给平反一次 因为今天做的美食 就有这芹菜叶 也能出来好味道 信不信 我不信 交给我们孙大厨 让他验证一次 先说说这名字吧 这个名字就是说 芹香煎饼 芹香煎饼 用这芹菜叶 做煎饼 做煎饼 煎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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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芹香煎饼 需要的原料是 营养丰富的芹菜叶 粗粮中的精品 玉米 鸡蛋 以及面粉 先把芹菜叶 先烫一下 这芹菜叶 本来就很软 咱干嘛要烫一下呢 因为这个芹菜叶 如果说不烫的话 吃起来发色 发色 不滑 所以要烫一下 还有一个特别好 又涩又苦 那个就是我们大家对前面 烧地里说 烧地里说 有点苦一些 但是这么一套吧 整个热水一套 然后它那么比滑 芹香味更浓 二菜吧 它就是苦味没那么重 这个芹菜的超烫 不光是口味上的一个原因 更重要的是 就是说 这个也是 它从营养价值来讲 也是保存它 营养素的一个 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那你像我们在做 芹菜的劲儿也好 叶也好 先进行一些超烫 然后在炒制的时候 这样就可以减少 油脂入侵 芹菜的时间 那么可以更多地保存 芹菜的营养价值 那就是说 吃芹菜咱一定得烫一次 对 超烫一下 烫一下最好了 那刚才老师也说 芹菜叶怎么 它的营养价值 把它扔弃了 等于扔掉60% 这句话怎么讲 对 因为这个芹菜叶 要比芹菜的净 它的维生素C 和胡萝卜素 胡萝卜素的含量 还要高 所以说 你如果扔掉了 芹菜的叶子 实际上你扔掉了 更多的营养价值 就是维生素 胡萝卜素 都扔掉了 对 别说 但是我觉得更多人 都不太喜欢 这芹菜叶子的味道 有点发苦 吃在嘴中的时候 它还有点色 可烫完之后 就可以改变这种状况了 对 把这个口味 给改变掉了 好 那咱赶快 跟着我们的孙大厨 一起学习 这煎饼怎么做 我觉得这个芹菜叶子 我们算是这个 粗纤维 就是还膳食纤维 这个比较丰富的一种食材 对 膳食纤维特别丰富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粗粮 这个搭配是不是不错 对 是绝配 绝配 因为这个粗粮 你像今天我们用到的是 玉米 玉米 因为它作为一种廉价的粗粮 曾经在我们中国也好 在西方的国家也好 它的餐桌上 是一度受到排斥的 但是近年来 欧美国家是越来越流行吃玉米 越来越重视它 就是因为更多了 发现玉米的一些新价值 那它对一些现代文明病 你像高血压 冠状动脉中药硬化 还有一些像糖尿病 还有像癌症 那多吃些玉米 都有很好的一个防治的作用 那好 那今天就搭配这个 对癌症有很好防治作用的玉米 和芹菜叶一起来做煎饼 这边把芹菜叶 简单的斩一斩 要剁得很碎吗 不用太碎了 就是简单斩一角块就行 斩一大地斩一角块就行 您看这芹菜的叶绿素 真够丰富的 烫完之后呢 这么绿还能保持 对 它是超烫 芹菜的一个特点 就是超烫要反而 这个颜色会更绿 对 然后给它把水分攥干 挤一下水分 挤干水分 接下来 鸡蛋吧 就是说这个 对 鸡蛋用全蛋还是说用什么 用全蛋 全蛋 哎呦 放着我们那个面粉里面 鸡蛋吧 一般在家庭吃吧 一般就四个鸡蛋就差不多 面粉一般就是用 二两吧 哎呦 二两面粉四个鸡蛋 鸡蛋的量还是挺多的 挺多的 这个还属于是更多的是鸡蛋饼 对 芹菜鸡蛋饼 哎 这是给它新名字 给它搅一搅 因为我觉得这种做出来的这种饼 应该是老年人啊 中年人啊 孩子啊 都会喜欢吃 而且对各个年龄的人来吃呢 营养摄取啊 就是很全面很丰富的 并且我觉得这里面搭配了一些玉米 你看 这个玉米粒在里面肯定增加口感 口感 口感 玉米这个叫什么量呢 这个玉米粒吧 一般就是 所以也是 少量就可以 少量就行 太多的话 这个咬在嘴里的感觉就不像饼了 对对对 嘴里的像什么 像这个 就是吃玉米粒的感觉吧 哎 好 给它搅一搅 这时候需要调味吧 对对对 调味 稍加一点这个盐鱼性的 盐 不要加了 还一点点 这个烙饼啊 其实有的时候在家里的时候呢 火候掌握不好 可能有的位置就糊了 有的位置呢 哎 还这个断 还没断生呢 对对 所以说一块烙饼 咱呢 也跟这十大厨慢慢的来学 好 哎呦 就这么碳就可以 不用弄一个勺子 不用不用 不用 这个这个就这个这个 这个放进去 整个全饼 全饼 全饼 哇 我还以为是一勺上 一个一个放 那这个饼可真是够大的 这是大饼 这十年了 芹菜大饼 哎呦 哎呦 就是这么摊 哎 就这么把它摊上 可这么大饼 会不会不容易烙啊 在家里做它的时候 会不会一不小心 然后有些位置 就是没熟 里面还是水囊囊的 或者是面都出的 因为一般家庭 现在这个厨具方便 对于这个结果 而且芹菜的量比较多一些 它熟起来比较容易 在家里吃点花吧 一般它就是四五口人 一般就是这么一半就够了 好 来我换一换它 嗯 让它瘦着均匀 嗯 怎么辨别什么时候应该翻个呢 嗯 就不然你看 基本上它就蹭个儿了 蹭个儿 嗯 基本上就蹭个儿了 那怎么辨别 我们要不要翻一面 嗯 对对对 要翻 那什么时候 中间基本就是说 呃 好一点的吧 就是减少个儿了 我们基本就可以 就是从中间这个位置 开始已经熟了 嗯 因为它是从外面开始熟的 从外面开始熟的 因为它的续活力量不一样 嗯 真是从外面开始熟的 这个外面这个位置 已经上手有点发干了 现在就可以翻了 翻了 哎呦喂 您瞧这饼哈 咔一翻过来的时候呢 两面收着很均匀 然后呢 就飘出来一点 这个芹菜的清香味 我觉得芹菜叶 还是味儿很足的 嗯 是不是 哎呦 您瞧 多灵活 这个翻饼啊 是个技术活 在家里千万不要 随意的摸摸 在家里啊 我建议大家 这怎么讲 没有那个 没有金刚蒜 金刚蒜 你别懒着慈悸活 您在家里用筷子给它翻过来 对 也挺好的 你这眼砸了之后 前期这过程可都白费了 而且 这个基本好了 而且呢 咱这个烙饼讲究的是口感 对 好 哎呀 这什么时候能证明 它真正已经熟了呢 这个你看 是是它的这个 这个 很踏实了 很踏实 很踏实 哎 干鱼就知道了 其实你看好 这个鸡蛋在里面 还能看到有点淡花 啊 对对对 是不是 有淡花 有点变得那种焦黄的 有焦黄的 还有这点白的淡青的感觉 对 我觉得咱们应该改一下刀 改一下刀 改一下刀 切的美丽一点 然后咱们再上桌 然后再改一下刀 刀 咱要改成什么刀 改成小 长条 长条就可以 这个菜给人感觉 有点农家风格 对对对对 把这个一般抓牌吧 把这个 两侧 放在底部 哎呦 你看 一个一个小长条的饼 现在呢 都摆在盘子上 真香了 那好 那现在呢 我们的饼已经上桌了 来一起切来 王小老师切来 切来 一起一起 来一起 好热气腾腾的 好舒服的颜色 我觉得既有农家的味道 又有妈妈的味道 而且呢 这个芹菜叶经过这样一加工以后 你原来那种说的那种有点色 有点苦一点都没有 对对对 而且这个鸡蛋能够增香 如果说没有这个鸡蛋在里面 这个饼会太素了 一点是不香的感觉 而恰巧有了这个鸡蛋之后呢 使这个本来是素饼的味道呢 加了一点这个香味 对对对 我觉得好 如果是这套饼里面 再点缀一点什么虾仁啊 有一条啊 会更好吃 对对对 可能会更好 对 海鲜这些饼 海鲜的 芹香海鲜这些饼 芹香海鲜这些饼也可以 今天呢 说到了芹菜 我们的孙大厨 可以给您带来两道 跟芹菜有关的菜皮 怎么样 说一下两道菜 我觉得就是我们充分了 利用了芹菜的价值 我们芹菜竟然做了一个牛肉 然后秋冬季节呢 是用很滋补 那么用芹菜叶做了一个饼 还搭配了这个粗粮玉米 粗粮细吃 充分的把这个芹菜的营养都吸收了 看来啊 今天这两道菜啊 深得王家老师的喜欢 如果说您也喜欢的话 在家里呢 就不妨试一试 感谢孙大厨 谢谢 然后感谢王家老师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个性时代 不见 不散咯 在寒冷的冬天里 来上这么一道温暖的芹香牛肉丸 不仅是口感和味道上的享受 而且能够强身健体 温暖身心呢 您还在为芹菜叶做什么菜而发愁吗 这样一道具有农家风情的芹香煎饼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吧 焯烫过后的芹菜叶完全没有了色味 配合着鸡蛋和玉米 更是多了一份清香 赶快动手制作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节目